南投荷幻山武嶺 今天上午是相当的热闹 有成功大学的学生 穿着学士服夜冲武嶺 庆祝毕业 骑了六小时的机车 都不觉得累 由于今天是假日 从清晨五点开始 现场就出现了泳泽的情况 不只停车问题很多 还有游客抱怨 车子好不容易停进了武嶺 但要离开的时候 侦测不到车牌 让他想离开却出不去 实在是非常的无奈 毕业快乐 身穿学士服 热血大学生夜冲武嶺 要庆祝自己毕业了 蛮美的 总共差不多六个小时 现在还蛮不错 就太阳出来了 就有比较精神一点 清晨五点多人潮满满 毕业生加上假日人潮 南投荷幻山武嶺热闹滚滚 车流塞塞塞 但是停车问题也是一箩筐 人优卡或副線 他没有其他 其他那个是什么 出位行动支付 他脚背的机台就有一台而已 应该两台就好了 找到我们的号码进来 但是我们要出去没有资料 有客满肚子无难 也有人干脆违规停车 警方一早开了起张罚单 也向民众呼吁 千万别疲劳驾驶 因为上午发生了两起车祸 有急着骑士从高雄北上 半路骑得太累 睡着自撞 另一起事故则是下山时 为保持安全距离发生追撞 电子支付的平台上 他因为系统急防异常的一个关系 那预计运营商修复的时间 大概是到夏天二 不要违规停车 妨害车流 那个燃停四件 进击三件一共七件 开心出门也要平安回家 除了遵守交通规则 避免吃上罚单 出门上路也要睡眠充足 注意行车安全 记者组合报道